針對國台辦對本會的不實負面批評 如同夏崇宇賓辦 夏崇宇賓辦 只是再次印證其根本無法理解 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理念 針對今天次六四 那你剛剛的問題 我想本會昨天已經針對六四事件31週年發布新聞稿 中共長期議長專政高壓統治的本質並未改變 迫害少數民族與異議人士前置言論自由致死 疫情難以及早控制 強加香港國安法治違背一國兩制民主的承諾 近年來更利用科技和網格化的管理 前置監控人民 我們期盼中國大陸方面能夠省私並正視六四事件 回應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要求 早日啟動政治改革還權於民 針對國台辦對崩會的不辭負面批評 如同夏崇宇賓辦 只是再次印證其根本無法理解 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理念 如此只會更加擴大中共和人民的鴻溝 最終可能出現更多不必要的歷史的悲劇 我想在六四這一天 很多人特別是在香港、台灣、國際社會 都有人去紀念它 去反省私六四 但是我們要問為什麼中國大陸 卻沒有這個可能 不敢面對六四真相 那麼如何的去避免歷史的悲劇 這個 重新再發生 所以 剛剛你提到的 不管是三文 不管是 每骨服務卿接見王丹 這些事情我們都會持續關注 謝謝 好